滴滴选择到美国上市了 滴滴环球向纽约证券交所递交了上市文件 股票代号为滴滴 集资额最多约40亿美元 成为今年最大规模中概股IPO 滴滴计划通过IPO 发行2.88亿股美国存托股份ADR 四股ADS代表一股A股普通股 发行价13至14美元 集资金额最多约40亿美元 估值约620亿至670亿美元 滴滴股东星光异议 摩根市丹利及新加坡 但马西控股子公司 已同意认购合共不超过 12.5亿美元的ADS 上市前 软银基金持有滴滴21.5%的普通股 腾讯持有6.8% Uber持有12.8% 而滴滴创办人成为 则持有7%的普通股 及15.4%的投票权 试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技术投资 扩大海外业务和推出新产品 高盛亚洲 摩根市丹利和摩根大通 为10次上市主乘销商 滴滴除了拼车业务 还有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车队管理 汽车制造和自动驾驶 截至2021年3月末的12个月里 滴滴全球年活跃用户 为4.93亿 全球年活跃司机1500万 其中 中国占比分别为76%和86% 而全球平均日交易量为4100万单 全平台总交易额为人民币3410亿元 在过往三年平台司机总收入约人民币6000亿元 业绩表现 滴滴在2018年、2019年和2020年的营收 分别为人民币1300多亿元、1500多亿元和1400多亿元 三年亏损分别为150亿元、97亿元和106亿元 今年一季度营收为422亿元 并入得净利55亿元 但IPO的同时 内地市场监管总局曾向滴滴出行展开反垄断调查 包括调查骑轿车服务定价机制 是否具有足够透明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